世间的众生 而不是 我们所谓出世间法 不是脱离世间 是不执着世间 今天要办法会 没钱可以办法会吗 有钱争好 但是不要执着金钱 但用金钱来 做各种的功德 来结善缘 而不要说我出家了 我讨厌钱 这个讲法就不符合大悲心 不要供养我 我们出家人 修行人家拿红包给你 你不接受供养 犯菩萨戒 为什么 众生要种福田 那钱也不是给你的 给菩萨的 对不对 你是菩萨 所以我供养你 你替我去供佛摘身吗 做好事吗 是这个想法 但是如果你不懂 那你可能就会批评 那就错了 所以各位归一生 我希望各位归一的 师父 是一个对世间宗教都尊敬 对佛教的各种法门 都尊敬学习的对象 而且你的师父 虽然你在念佛 师父说 那你可以去打坐打坐 你跟你师父说 师父 我现在跟你念佛 某某上师要穿 我可以去灌顶吗 OK 带师父去 我也要去 这个师父伟大 所以汉传的蒙山 藏传的燕贡 一样 对不对 那只是因为念法不一样 但是动机一样 所以离一切相 离开法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连这个法旨都不能有 万法都是佛法 只要动机 符合 慈悲心 空性 都是佛法 好 所以 一身为师 其清净 无针无染 我今天花比较多时间讲解 我是认为 一个人对于归一三宝 要负责任 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归一我归一 大家一起来归一 然后一起来吵架 然后呢 翻脸的时候 都无法可循 所以 这个是不好的 就像各位 你要结婚了 想清楚没有 要结婚了 那你要包容 要忍辱 要接受 那你结婚以后 在那边讲后悔的话 叫你离婚又不要 所以 那你就是 你不了解 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 结婚嘛 本来就女人婚 那么不叫结婚 但是你要知道 结婚是要去度对方 家差一点 不问 那你去吧 度到他去出家了 那我正好出家 可能你跟他有这个缘吧 可以 但是你的动机 不再去追求对方对你好 如果你追求你所谓世间的幸福 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好 所以 即经依此住持三宝 佛像经典出家人 让我们看得见了 这叫住持在这个世间 和 会归理性三宝 觉性 法性 清静 归觉 归真理 归清静 然后呢 把三宝成为你的生命 如等既知三归一的义礼 则应当先离请十方三宝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把十方佛法身三宝都请下来 告诉他们 我们归一你们 对不对 依止了三宝 而不是依止一尊佛 有些菩萨说师父我是拜这尊的 你是拜那尊的 佛佛道同 什么不同尊 所有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 九皇大帝是不是佛啊 要是佛显现了 你不要看他 佛菩萨伟大呢 你乞丐我跟你做乞丐 我度你 所以佛教百千亿化身 你是人 我也跟你变成人来度你 跟你一样要生老病死 所以佛会用各种的方法去展现 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看到一个小小的神明 你都当作他是佛 你把他当作他是佛 他就变佛 这就是众生皆有佛性 小小的神明 你更尊敬他 他更高兴 很快他就归一三宝 但是你看不起他傲慢 这个神明 你看你们拜佛都多伟大 你自己伟大吧 他看不起你 所以学佛以后千万不要 看不起土地公啊 地基主啊 各位家里有没有在拜地基主 有没有 我这样问好了 没有的举手 你还真举手 赶快回去拜 地基主你不拜 你这个人不知感恩 这个房子就有一个地基主 守护在那边 认为房子是他的 你去住人家房子 谢谢你 就像祖先的福墓 旁边要不要摆个地基主啊 土地公 你不拜土地公 怎么拜福墓呢 你把祖先福放在那边 感谢土地照顾啊 连死的都要拜 你活的还不拜 所以再问一次 家里不想拜土地公 请举手 那就好啊 回去拿个纸牌子也没关系 纸牌子放在那边 土地龙神 初一十五百个面包啊 对不对 台湾人说麻糬最好 因为老土地没吹起啊 麻糬 放一杯水 饮料 哎呀 家里会不会发财啊 发财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里面大楼没有管理员 你很穷哦 住那个没管理员的大楼 所以 那你 你拜拜土地公 感谢他 我们是皈依三宝 土地公 成为佛教的护法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各位了解了 应当先请十方三宝 以为医护之尊 从今天开始 老公老婆 金钱儿女 不再是你医护之尊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皈依三宝了 那对老公老婆 儿女呢 尽力而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的因缘责任 但不是你皈依的对象 这样听懂了吗 听懂了 土地公 也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但不是医护的对象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 九皇大帝可以拜吗 在家可以 出家不能跪 虽然九皇大帝搞不好是佛 但是他故意要显现世间神明 被斩头 没有头来度众生 他视线的 所以他喜欢这样视线 去度众生 所以我们心里知道就好 在家可以礼拜 出家不礼拜 就像二十四护法诸天 是佛菩萨来的 出世间护法 但他视线外相 是在家相 留胡子 对不对 拿武器 那你出家 就不能跪拜 这样 但是心里了解就好 那这些佛教规矩啊 各位还是要了解去看 所以有人跟我批评 说海涛法师 你现在从佛教已经跑到道教了 一下三代祖师 一下九皇大帝 再来了太祖牙 这宫 那你怎么都 你变了吗 然后去欧洲美国 天天拜圣母玛利亚 典香 耶稣基督 那你在干嘛 哎呀 我说你有偏执啊 我们是怀着悲心 到天主教堂 先请占江法师念玫瑰经 我们再来念新经 大悲咒 最后回归三宝 你也要去度众生啊 那里面有众生啊 那些让圣母玛利亚 功德更大 对不对 让他福报更大 那多好呢 所以我想这些道理 各位要了解 但是心里面知道 今天我做会长 明天人家把我干掉 随缘 因为我是归空性慈悲 不是归会长 如果我出家了 我很在乎这些位置 住持会长 那你等于没出家 你还有家 你被关死了 所以出家的意思是 出离约束束缚 得到自由自在 还可以去帮助众生 再来 赐对一切万灵 而作正言之主 这万灵就是这些 城隍爷 听说我们新加坡 城隍庙很大 各位有时候要去拜城隍庙 城隍庙呢 这个大城隍 也是佛菩萨的化身 你身上有一个鬼 晚上睡不着 或是你朋友 看他脸色发黑 好像有个冤亲在主 这个就要去找城隍爷了 城隍爷呢 有些道教的讲法 这个人拿黄旗 红旗 粉红色的 要他命的 这个叫死亡令旗 讨债的 这个时候谁也解不开 那你就要去找城隍爷 做主 然后呢 然后自己跟那个冤亲在主 忏悔 城隍爷答应帮你做主 那你只要把功德忏悔完 他就超度了 所以城隍就是像法官一样 主持对错 因为世间的讨报 那这些呢 就成为世间的万灵 成为我们的护法 正言之主 保护我们修行受戒 一直到成佛 包括上帝 玉皇大帝 一直保护西达多太子 对不对 从出生到涅槃 没有这些上帝 没有四大天王 释迦牟尼佛出不了家的 都是如此 这我们了解 所以如等其立合掌 自心做官 要从内心里面 观想十方诸佛菩萨 所有神明 特别这一次 大家归三宝 九皇大帝 做我们正言之主 保护我们受戒 所有神明 但是不是为我们自己 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众生 观想 接来到场 发菩提心 归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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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武汉肺炎 这拓散的问题 那站在佛法的角度 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把这个肺炎消除掉 有一部经 叫佛说 雀瘟 黄神咒经 就是如何消除瘟疫的 这个咒经 然后它是用黄色的纸去印 这里面就有说到 如果能够念出这七个瘟鬼的名字 那么佛法的驾驶 他们就会离开 然后再用五色线 绑七个金刚节 甚至又把它绑在这个雀瘟神咒 换在身上 掉在家里 这些瘟神瘟鬼不会接近 就算说你知道对方有传染病 然后你把这个雀瘟神咒 放在你身上 最好再加上这个五色线绑七个节的 就算对方有传染病 你也不容易得到 所以借这个机会 要把这个重点告诉各位 但是这七个鬼神的名字 我念出来 前面会念个沙罗切沙罗切 沙罗切是说 帮助消除瘟鬼的神王 他集合起来十六个 就可以把这个七个瘟鬼消除掉 所以我现在念一遍 那各位就合掌 各位各位各位念沙罗切 沙罗切沙罗切就呼喊神王 梦多兰鬼 阿雀尼鬼 尼雀斯鬼 阿雀那鬼 波罗尼鬼 阿比罗鬼 波罗尼鬼 集序集序 就是离开离开 莫得久住 那他们就离开了 所以各位再跟我念一遍 沙罗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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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多兰鬼 阿雀尼鬼 尼雀斯鬼 阿雀那鬼 波罗尼鬼 阿比罗鬼 波迪尼鬼 集序集序 莫得久住 那各位看这个录影带 你能够念二十一遍 然后再把这个神奏经 如果没有没关系 然后又用这个五色线 绑七个结 那绑结怎么绑呢 我教各位很简单 你一个手指头来绕三圈 绕三圈以后 这样穿过去 那就是一个金刚结 所以我再念一遍 那希望各位用悲心经常念 来沙罗切 沙罗切 沙罗切 梦多兰鬼 阿雀尼鬼 尼切尸鬼 阿雀那鬼 波罗尼鬼 阿比罗鬼 波提尼鬼 集序集序 莫得久住 那还有一个咒语 也是叫 雀温神咒 也叫密温神咒 多念 各位念一下 那各位经常这样念 用悲心 阿弥陀佛 Omaha 阿弥陀佛